姑娘 姑娘 你没事吧姑娘 姑娘 白姐 你看 这大白天的有人偷东西 就是 人品这么差 就是 赶紧拍下来曝光它 嗯 多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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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呢 他不是咱们公司的保洁吗 嘿 还真是 这人品也太差了 不行 咱们得告诉经理去 走 走走走 你终于醒了 你可急死我了 谢谢你啊 大姐 我 我可能中暑了 外面天气太热了 你没事就好 这是你的东西 收好 我还有事 我想走了 单经理 单经理 我刚才在楼下 看到咱们公司新来的保洁 趁别人晕倒 就要偷东西 不信 你看 哎 还真是他 这平时看着挺老实的 怎么能看出这样的事情呢 对呀 这种人多影响咱们公司的形象啊 像他这种人 对他被开除啊 去 把他给我叫进来 好嘞 单经理 你找我呀 你被开除了 啊 为什么呀 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 你刚刚在楼下 都干了些什么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单经理 不是那样的 你听我解释 够了 不用再解释了 以你的人品 不适合在我们公司里待着 赶紧滚蛋吧 什么人呢 喂 妈 我爸的手术费 我很快就凑起了 你不要担心 你在家 好好照顾好自己 还有我爸 妈 我先不说了啊 我这边还有工作 我先挂了啊 这家工作没了 我爸的手术费 该怎么办呀 大姐 你这是怎么了呀 美女 怎么是你呀 你这是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我的运气也太差了 我来这儿 刚上班没多长时间 就被无缘无故地开除了 我对工作 特别地勤劳努力 可是经理 他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呢 这样啊 大姐 你跟我回趟办公室 这件事啊 我亲自给你解释清楚 走吧 你等一下 我给单经理打个电话 单经理 来看我办公室 郭总 您找我啊 对 哎 你个老阿姨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是我把她带回来的 刚才我在公司门口 突然晕倒了 是这位大姐 她救了我 而你 却不分青红到白 就把她给开除了 我看 人品差的人 是你吧 我 我 你什么你啊 你现在 就给我去财务 领工资 走人吧 老板 你 哼 大姐 你叫什么 我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